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好了,我們今天來玩這支遊戲叫做大皇帝 我自從早前開始玩三國為背景的遊戲之後 我一直搜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遊戲 就是三國遊戲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支大皇帝 這個是網頁遊戲來的,所以你不需要下載任何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玩的話 這條影片下面會有一條連結,大家可以去登記,然後就去玩 很簡單,可以直接用Facebook來登記 所以登記手續一點都不繁複 這個三國遊戲我自己只玩了一會兒 所以詳...詳盡介紹很難 大家一邊看我玩,一邊摸索一下這個遊戲是怎樣玩 好,我們現在當前目標是要去虎爐關修復室地 虎爐關這裡,對手應該是呂倚玲和張遼 其實我不明白 究竟是呂倚耳還是呂倚玲 即是呂布的女兒 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 不過因為這個不是史實的人物 是虛寇的,所以有可能的名字會變很多都不奇怪 我想我們就去虎爐關那裡,我們要擊敗這個張遼 呂倫倫應該是我們要再升高些level才可以打他 應該是 那這個呢,大部份網絡遊戲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些排陣遊戲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我抽武將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抽都一樣 但是我抽到隨訪和許柱 許柱 許豬還是許柱? 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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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假譯 有觀眾說不是讀假譯,因為我上網搜尋過這個人的名字 是不是讀過譯字呢? 呃... 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而且好像那個不是假的字,是古字來的 是古譯,還是古語,還是古不知什麼 我不知道讀他的名字 因為google不到,不知為什麼我是 不過我們還有孝敦在那裡 孝敦呢 他的槍兵我們應該要放在前面的 我們放在上面那裡 那排陣遊戲呢 其實呢,玩法其實都要摸索一下 因為他每一種不同的兵種呢 他有不同的技能 那我們除訪的這個... 呃... 步兵技能呢 其實他可以有一招呢 是一次過打完整排的敵人 那當然槍兵我們是要對騎兵啦 呃... 所以我是放錯了那個名字 我原本應該是要把槍兵放在中間呢 即是除訪的那個位置呢 哇,真是小看你們了 這次先人撤退,下次再見吧 趕快打死他了 惡神 對了 他每一個角色呢 他都會有些特別的技能 那他的特別技能呢 會因應對面的兵種呢 而有不同的效果出現 那這個呢 呃... 要慢慢摸索一下這個 這個真的要 那還有我們呢 我們有一個呢 封地的這裡 那封地裡面呢 我們有很多資源可以拿 那我們是... 之前開了一個農田 其實我自己玩的時候 我們要... 收... 糧草伊達上限 OH NO 我們糧草過了上限啦 我們上限是15萬 但是我們已經有... 我們已經有... 我們已經有21萬7千糧 我們已經有... 那我們要升級這個糧倉 我們要... 升級糧倉 我們要4分鐘呢 只需要... 咦...不是...我們官底要升升這個4等級 官底升4等級 這次我們放好一點 這次我們 奉家父之名以再次不知什麼 需要你們沒有瓜葛 但軍紀為常受死罷 我們... 排一排陣先啦 我們... 放一些槍兵... 呃...在這裏... 呃... 呃...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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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兵對騎兵... 槍兵對騎兵... 對了 他們都是重盾騎兵來的喔 董卓坤小兵 不過我想用騎兵打他們怎樣都對 理論上來說應該是這樣的嘛 槍兵一定是對騎兵 弓兵對步兵 或者對騎兵 對 這些用常識來想 欸... 撿東西先 150匹馬 惡神 真是令人敬佩的武藝王謀略 哈哈 不用這麼讚我的... 那又... 是你差而已 我完全沒有選好一兵一卒 什麼事 厲害厲害 好啦...我們葫蘆關是不是突破了 耶...民眾送給我 老頭... 成蒙將軍解放者點小東西請你收下 哇...我們有20個女依靈的... 將雲喔 是不是可以召喚他呢 是不是可以召喚他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召喚他呢 喂...英雄...英雄... 英雄... 唉...要40個才行 公騎兵來的 女依靈是 我們完成任務 領取一些東西 我們... 支線...日常...日常未早 很多東西我都... 好啦... 然後我們要再去遠城那裡 咦...之後就是呂布了 好...先解決華鴻我們 但我們解決華鴻之前呢 我們先去洛陽那裡 去抽一抽角色先我們去 好啦...我們在洛陽那裡 入城 接著我們呢...去酒館 喂...五折喔 還有第一次抽是免費 呃...我們...走宴...宴請一次免費的 我們...撿到許豬喔 許豬還是許豬啊...死又... 唉...我上次玩完三國志 我忘記了他們的名字怎麼讀 我們免費了一次 之後就要付錢了 但我們這一個本錢免費 王蓋 但只有一個王蓋 但如果我們豪宴過的話 一定是必得三星英雄喔 不用想了是吧 當然是豪宴啦 宴請十次 所有折扣三次 隨書 私人善用 方為名主 宣察 粉身水骨 二部主公 蠔印 一星的 但宣察是三星的喔 果然是必得三星的 還有哪個 萬鑊 馬超 那些是醬魂 喔...yes 我們抽中了宣察喔 再抽... 咦...我們還有折扣多兩次嘛 抽完他吧 趙魂 嘩... 常山趙子龍 兩星的夏侯淵 嘩...不行啦 我已經可以... 完事了喔 常山趙子龍來了 贏了啦 已經 不過我抽多一次 老王中 還有沒有 夏侯霸 不認識你 沒聽過你喔 夏侯霸 都是夏侯一族的人 總之都是 馬雲六喔 馬超妹妹喔 咦...還有和月鷹 不過那些是醬魂 所以沒關係 醬魂是沒辦法用到的 喂...我們馬上要放一下宣察出來吧 一件裝備 哎呀... 不夠裝備 要皮夾 皮夾我們還沒有喔 升級不到喔 呃...趙魂呢 趙魂是槍兵來的 咦...但他們不升呢 否則我們很難把他們放上戰場上面 呃... 先升級了 我們用這個初級經驗書 我們升到他... 呃... 十級都夠了 我們其他角色都是九級 好像 十一、十二級 十級 對啦 差不多 我們升他... 去到... 十二級 十三級 好啊 順手升多次 宣察先 宣察宣察 好啊... 升級 OK 之後我們就可以放他上場 就可以了 還有一些裝備呢 哦...yeah 進階 yes 跟著應該會有新的兵中特性升出來 應該會有 應該... 據我所知 兵中特性 yes 槍陣 槍兵都是槍陣 我都是用的 我們升... 升他上去... 最高一個先 現在應該最高十三級 夠錯啦 對啦 因為我們角色十三級 但是其他那些我們等他慢慢升 因為我都不想說呢 這麼快突然之間一次過呢 就爆升了他的level 如果不是會很容易可以呢 剪平了對面那些兵隊 會 不過啦 那我們呢 繼續去遠城那裡 我們去擊退華雄和呂布 那這個遊戲呢 大家可以看到啦 平時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或者沒有時間也好 放在旁邊掛機 然後讓他們在那裡打 其實是ok的 我覺得 究竟擊敗你呂英靈將軍 真是不簡單 看來我也要認真一點 我有關羽啊 有關羽啊 我派一下關羽出來 自己也好 我們放一下王宗 然後他前面都是騎兵 來的嘛 我們放 我們放一下孫賊出去 然後除房可以先休息一下 除房站在後面 誒 我最多只可以五個武將而已 那就放孫賊出來啦 之後啊 許柱這個位置 我們放回趙雲 來前面這裡 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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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許柱是低level 沒有東西來的嘛 呃 王宗 放在 這裡啦 王宗放在這裡 然後還有呢 槍兵槍兵槍兵 我多放一些弓兵出來 應該多放一些 那些弓兵在後面呢 下後院是騎弓來的 但我好像沒有升過level level 1 隨書這些我沒有升過 我又 我再放回 假嘟出來 假嘟 然後我們主將 任命是 呃 趙雲 我們主將 士氣加50 開箭 應該是 嘩 趙雲多厲害 什麼事啊 嘩 看來我 抽了趙雲回來之後呢 我應該是 剪過他們 應該可以 王宗都不弱雞 好厲害喔 無傷 嘩 嘩 嘩不行 如果大家又玩這個遊戲呢 而又夠能量的話呢 真的要推介抽一抽召魂回來 嘩 太厲害了 接著我們擊倒了 呂布 應該輕鬆啦 應該沒問題 董卓啦 老賊友就算了 居然感動我的雕善 是自己的亂動還是我一刀 都窩死你們 選一個吧 我都不是董卓 你做什麼呢 我都不是董卓 你是不是吃飽 你是不是吃飽之後 失憶啊 呃 呃 弓兵放在下面 然後呢 這樣都可以了 開箭 嘩 剛剛你講什麼事啊 爆氣你講什麼事啊 嘩 呂布他衝過來打我一下 扣五十幾而已 撈爆他啦 然後趙雲又出無傷 左右在那裡煩 即死了他即死了 亂武 呂布 嘩 範圍攻擊來的 但是sorry 我無傷你一下就來死了 能將我逼到成功程度你還是第一個 下次見面時就叫人吸你門收屍吧 即是呢 死了都要落地拿回一扎沙 沒有啦 剩下董卓君精銳這些應該輕鬆解決 應該 嘩 一下子打到他沒分 oh yeah 輕鬆取勝 看來我們的level升得太高 哈哈 好戰鬥勝利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劇情 他不是完全跟足三角的劇情 他是慢慢有些歷史的劇情在裡面 然後有些三角演義的劇情在裡面 然後再加上他的遊戲 因為你的角色是虛構的 即是我亨傑將軍這個 是虛構的角色來的 所以他某程度上是會有些少少 就不會跟足了史實 就會慢慢變一變 應該要下一個地方去駁網波 駁網波 主公 前方南陽被曹操軍羨據 曹操軍兵精良足 不可小觀 曹操生勝好色 不如讓程儀去勾引一下吧 軍師你看 嘩 要去勾引他 作品00441個2就是簡體字 程儀我幫你把這個作詞的角色吊起來吧 準了 喂程儀應該要去識有 應該要去 搞錯 即是他中間都會來不來 會加一些 就懶得搞笑的程姐在裡面 OK 來我們領取了主線任務的 東西 支線任務都是很多 現在我們糧草過多 糧草過勝 可不可以賣東西 可不可以真的 不過我們今天這個 是我們 簡單介紹一下給大家看 他這個遊戲是怎樣玩 因為呢 網頁遊戲 不需要下載 不需要什麼 那是非常之容易的一個 玩法來的 抽卡 排陣 之後就 升等級 幫助角色 所以呢 其實不是太過複雜的 這個玩法 我們上去太過多 我們再加多些 文戶先 文戶可以升 加我們這個 銀量 但銀量我們也有十幾萬 我們先升級這個 好 我們今天這個呢 試玩這個大皇帝 如果大家有興趣玩的話 記得 在這條影片下面 就會有連結 還有 他接下來會開新伺服 他接下來會開一個 第五十五個伺服 對 他接下來新的伺服 叫做 加冠進爵 是伺服五十五 他開了之後 我應該會轉去那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玩 現在我戰力只是 3171 因為我還在level 15 開始玩了幾天 開始玩了幾個小時 所以 大家 如果有玩的話 可能戰力去到幾萬 千萬不要覺得我差 讓我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慢慢升上來 OK 好了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先暫時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有興趣玩這個遊戲的話 記得這條影片下面有個連結 大家可以按進去 登記 去玩這個大皇帝 OK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